恐龙可能是被高等文明蜀灭绝 大约在6500万年前的百恶纪 地球上生机勃勃 生意盎然 大恐龙小恐龙们 吃着火锅唱着歌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十分钟后 恐龙一组将会在地球上 彻底消失啊 没有错 来自塞浦坦的外星人 驾驶着战舰来到了地球 他们此行的目的 只有一个 掠夺地球的资源 此时地球上的恐龙 一脸懵逼 哟 这天上的东西都是 现什么玩意儿 这完全超越了恐龙的认知 部分不知天高地高的霸王龙 仰天长啸 似乎做好了 与天外来物斗争的准备 因为霸王龙在蓝星上面 还没有打过牌掌 此时外星人按下按钮 从飞船上面释放出 某种协计的武器 这个时候恐龙一出才发现 我的天 这都不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了 这完全是要灭酒主啊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以上那种纯属虚构 目前恐龙灭酒的主流观点 依然是气候变化和陨石撞击